很多粉丝在我们的视频平台上问 如何避免在酒场受伤 你要想避免受伤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热身 热身不够充分 突然发力 造成的比较大力的伤害 那我们的热身怎么做呢 首先呢 你就做慢跑 把你的身体先热起来 再做相关的一些脚步的灵活性啊 比如说一些高抬腿 后肌腿 这些训练都是一个很好的热身训练 完了之后再做一些 踢腿啊 特踢腿啊 运动当中的前功步啊 侧功步啊 通过这些简单的运动当中的一些拉伸 会帮助你在比赛前 有很好的身体的预热 那我们很多业余球手啊 经常过来以后啊 会躺在地上坐在地上拉伸 其实这种帮助在赛前 是不好的一种眼神方式 因为坐在那里 一个是呢 你不能够很好的把你的精神掉进去 你躺在那里 坐在那里 有点昏昏欲碎的那种情况 第二个呢 就是静态拉伸 它有的时候拉伸有点过度 因为太充分的拉伸呢 会叫你的肌肉啊 兴奋不起来 或者是叫 使它没有拉得太松 就不会叫它有那种肌肉的 很好的那种强度 帮助你在比赛当中啊 很好的去发挥这种肌肉的力量 所以说反而会造成这种伤害 你学会了吗 记得点赞 关注